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 最近几个版本南刀打野一直很强 无论是韩服还是国服都是T0级的存在 之前我做过一期南刀打野的视频 当时视频的主角是欧服第一南刀 带的是征服者和点燃的打法 对面肉多的时候非常推荐这套打法 视频我会置顶在评论区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回顾一下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教学视频 这期视频的素材是来自下午之间的王子局 符文选择仙弓、鞋子、蚂蚁花呗、心结洞西 负气选择眼熊收集器加终极猎人 召唤式技能选择闪现加惩戒 鲜空服人在目前的版本非常适合刺客 鲜肉偷袭不仅可以增加额外伤害 还可以拿到不少的经济值 正常发跃的南刀中期一套组合拳 就可以偷到将近200块钱 敌人等于自带赏金 对面脆皮多的时候 这一套打法绝对是首选 那么我们回到游戏 这局因为自家上代是bug比较混 哦不是 说错了 这局因为上路的英雄性质 前期不太强势 前期狗头打杰斯很难有限权 而且下路也有加里奥的稳定控制 比较容易配合 所以难道为了避免在上野区发生战斗 选择反向开局 三级之后 点出两级W 靠墙W 打到所有的F6 AQA大鸟 接着拉扯到红buff的位置 W的一瞬间拉扯 运用二段W吃完F6 打石头人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版本核蟹的经验被大幅度削弱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机会 难道基本都是直接双城速四 再去争核蟹 此时下路压线过深 不好硬抓 难道看到下核蟹还在 就知道雷克赛在吃上核蟹 发出信号 可惜 上路还是被月塔强杀了 抓不到人就帮队友推一波线 然后再回家 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就稳住发育 996波比被发条单杀 回到中路帮帮补线 虽然难道没有抓到人 但是吃了很多兵线的经验 所以六分半吃完核蟹 到达六级 核里的吃线是没有问题的 不要摸明其妙 动手动手乱脏兵线 然后说小白胶的哈 翻墙靠近 WR起手 等二段W回来的一瞬间 AQA 非常标准的近距离连招 竟然被挂得虚弱 但是难道这套输出还是比较夸张的 被动流血 直接秒杀 抓完人后维持发育 大招好了后开始找机会 线上没有机会 就入侵 利用视野果实看到敌方眼位 翻墙绕开视野 我们慢动作重新看一遍 近距离碰面 WR起手 二段W回来的一瞬间 闪现到雷克赛旁边 挂上三层被动 同时AQ打出流血 雷克赛反手一套连招 但还是差一个平A的伤害 这波难道非常漂亮的极限代杀 注意 难道在走之前 在红buff的位置 放了一个眼位 上一波入侵红buff做的眼位 立下大功 利用E技能快速跑图 配合996波比 再次击杀雷克赛 扣下先锋后 立刻回家 拿出幽梦 接着去下路反蹲 因为难道知道 雷克赛一定会去下半野区 重新抓机会 毕竟上野区没有资源 而且一直抓狗头的意义也不大 所以直接下来反蹲 我们重新看一遍这一波的连招 远距离连招 WQRA 注意 这波难道利用W和R造成的范围伤害 同时 鲍鲍和奶妈都被挂上了三层被动 所以难道一个平A一个人头 顺利成章 拿下团战 接着拿下小龙 野区连动 抓一波发条 放出先锋 拆掉中路一塔 游戏结束 拿出新时候 难道中期之间 为所欲为 16分钟 敌方选择投降 难道以10-1的豪华战技 拿下MVP OK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